在选手引颈期盼下 路跑界的年度盛世 2022泰鲁阁峡谷马拉松比赛 预定在今年12月10号开跑 超过万人参加赛事 利用泰鲁阁得天独厚的景色 将路跑运动融入其中 而8号下午在花莲的汉平酒店 举行报名记者会 2022云朗观光泰鲁阁峡谷马拉松赛事时间 预定在12月10号 和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赛会大会 更续秉持环保永续精神 不提供跑者一次性水杯 以及宝特瓶装水 由大会继续提供跑者环保水杯 让跑者一起疼惜 泰鲁阁国家公园 垃圾减亮爱地球 共同携手努力 将云朗观光泰鲁阁峡谷马拉松 转化为一个大型的绿色马拉松 让我们的跑者都能够非常非常安心 因为在这个场域里面 有13000人次以上同时在里面 而这也是全国唯一 也是在泰鲁阁 每一年只有这一次 错过这一次就期待 就只能等待来年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期待 也非常的下手很快 所以正会要再次 第一个我们宣告 今年12月10号 泰鲁阁峡谷马拉松来启动 第二个是这是一场 在我们云朗观光这个冠名之下 能够结合公益以及健康绿色环保永续 所以在我们的公益的结合 无论是结合我们的地方的弱势 或者是结合我们的学校 第二个是环保 是每一年我们都将旧鞋旧衣整理好的 可用捐出来 然后再寄到非洲去 这是一场公益 一起启动 Action 花莲以丰富多元的人文特质 有美的自然景观 干净的土地方景 将马拉松的层次往上提升 使选手在观赏壮阔的泰鲁阁峡谷同时 也体认到健康的生活 亲身体验在地的好山好水好空气 一起参与这一场盛会 共同见证花莲魅力风情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